街上集船网这边靠了过来 林浩和阿和上了船 我天居然还能捡到海参这么大个 乾坤原本认为两人到岛上也纯粹是玩 这样固定的小岛 也会不时有人搭船来赶海 没成想 这居然还捡到了顶级的好货 海参呢 我看看 三个老板一听有海参也凑了过来 这家伙是纯野生的吧 林浩听得出来 这人分明是想买 对于这帮老板来讲 并不差钱 就怕钱到为了买到的还是假货 叶总 野生和养殖的其实很好区分 首先是个头 野生的大小不一 养殖的一批货几乎长得差不多 你看他这些海参 小的也就一两多 大的都快四两了 不知这海参是谁捡的 我个捡的 叶总看向林浩轻了一声 小兄弟 这个麦不 麦啊 叶总 这是野生的您绝对放心 您看能给多少钱一斤 两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乾坤 对方沉音片刻道 养殖的现在大概在60来块一斤 而且肯定买不到这么大鸽头的 野生的价格估计的翻一杯 这么大的 价格肯定还要更高些 你俩一一 不行就到了码头 看首个占出多少 乾坤不好直接说准确的价格 一是他不想看着林浩和阿和亏本 但又怕一口价定高了 叶总有意见 毕竟以后还想着成为回头客的 小兄弟 我就好这一口 要不让给我151斤 你看咋样 林浩心中一斤 这个价格很高了 他心中理想的价格是100一斤 毕竟这是05年 不像十多年后动不动三四百一斤 行 叶总你开口了 肯定卖给你 两人同时浮现了笑意 都认为自己赚到了 老叶 明天我上你家打秋风 炒一盘 行了 老刘你也一起 明晚我们好好喝一杯 原来今天同传的三人都是朋友 小兄弟电话号多少 以后有稀罕 晚一尽管联系我 价格保证不让你吃亏 林浩面上一阵尴尬 之前有的 昨天没了 乾坤回众人解释了一番 把昨天林浩就人描述的那叫一个惊喜 又引得三个老板一阵的夸赞 阿浩 今天我的船要停在镇上的码头 明天要保养 我家有摩托车 到时你跟阿赫要补骑车回去 没多远 我们走回去就行 谢谢钱总 来到钱总家 称海参时林浩还刻意挑了四只留下 他挑的个头中等 没好挑最大的 也没挑最小的 剩下的过程还有八斤七两 总共一千三百零五元 叶总 算整数吧 就一千三百 有好货你可以让钱总联系我 行 剩下的四只海参 他找钱总要了一个小袋子 装好后这才递给钱总 用了两次船我也不好意思 这四只你留着尝鲜 说了今天是奖励你昨天 钱总 咱也不是一锤子买卖 你要是客气 那以后 我也不好再求你带我出海 况且 这是我捡的又不是花钱买的 阿浩 你以后肯定有大出息 一旁的刘总听了这话 心思一动道 阿浩 你人好又会讲话 我公司缺个销售主管 要不来试试 乾坤双眼一亮 林浩不知道刘总是干啥的 他可是知道 这是大老板 跟着这样的人以后前途肯定不可限量 谢谢刘总赏识 我这个人懒散惯了 可悲倒是坏了你好事 我这样听好 见他婉拒 刘总自然不会再坚持 倒是乾坤心中为他可惜 多好的机会啊 谢绝了乾坤留饭 他与阿浩提着筒便走了 来到外间大陆 他直奔之前问的那家收购站 刚好在镇上 看能不能把谢虎一起卖了 哥 那里有卖海力尖的 离得有些远 但阿浩似乎都闻到了胃 猛地咽了下口水 你去买两个咱店店 估计回去你奶也吃完饭了 咱买点卤菜 再把你敲的生蚝煮了喝酒 阿浩答应一声便往那边跑去 林浩则来到了收购站 可惜不是之前那个很白的姑娘 而是一个三十左右的男人 之前的姑娘怎么看也才二十岁左右 这是他男人 心中暗骂一句老牛吃嫩草 嘴上却问道 谢虎收不 收 恰在此时 二楼传来一个声音 哥 妈让你上楼吃饭 不急 有人卖货 我输了 卧槽 哪来的 这么多 哇的 纯眼生 个头还都不小 男人下意识地点头 手抄进桶里翻了一下 确实全是 这个要挑一下 二两以上的 我能给到85 二两以下的统一算你60怎么样 老板 价格我不知道高低 回去也会打听 卖件了 咱就是一锤子买卖 价格合适 以后我有好货全给你 旁边的女孩看了眼她 下一刻似乎是想了起来 你就是昨天来问沙虫的吧 对前天挖到几十斤沙虫卖亏了 昨天来问感觉你这价格合适 所以今天有货就提过来了 我叫陈栋 我这边的价格绝对公道 这样吧 咱首次做生意 我全给你加五块钱一斤 再多我也没利润了 行那就按你说的 现在开始挑 陈栋拿来三个塑料框 让他将泄虎倒出来 当然所谓的二两基准线 也就是个大概值 不可能每条过称 只是觉得够大就行 对了野生还深 每只二两能给啥价格 如果确定野生的 我能给到130左右 你有 就捡了两三个 送给一个长辈了 这个现在海边几乎看不到了 能捡到两三个 还那么大个头的 运气已经算很好了 挑捡过后过称 大的有21斤 小的则有17斤 总共2995块 对方也很痛快 直接数了30张红票子 接了钱之后 林浩让阿和拎着筒 向兄妹俩人打了招呼 这才离开 对方也没关系 对方也要打了 我为什么要打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